第731章光头白,00325并非一个没有思想没有情欲的木头,虽然它是从培养草中诞生的。 可是它却有着七情六欲,它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所有的情感。 不过,以前是因为程序的设定,它被设定成将一个负责管理基地的管理者为了向母星发送信号而存在的。 可是,自从它的权利被剥夺后,它的制约也被剥夺,现在的它不再受最初的任务束缚。 这让它首先考虑的,不再是完成任务,而是如何活下来。 我想知道,你们人类是不是真的有办法对付神元星人? 00325并未直接回答白晨的问题,而是向白晨反问道。 这个你不需要知道,现在的你,也没有太多的权利,即便将来世界毁灭了。 浑浊是沦陷了,对你来说也没任何关系,你现在要么归顺我,要么立刻就去死,很简单的选择题。 白晨瞥了眼00325,事实上,从魔方那里传递过来的消息,00325不是一定就非要它不可。 如果给魔方足够的时间摸索,一样可以把整个基地摸得通透。 而且魔方也已经着手这方面,它已经开始侵蚀整个基地的控制系统了。 不过魔方不敢太过急功近利,除了00325之外,谁也不知道这个基地是否存在自毁装置,所以魔方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免将这个基地毁掉。 如果我归顺你,我能得到什么?00325已经开始展现出一个正常人的欲望与贪婪。 它不只是想要保证自己的性命,同时它也想保证自己的利益。 不死,已经是你所能获得的最大的利益了,你还想要什么? 我听说,在你们人类之中,有一种叫做丹药的东西,我需要那个东西。 我现在已经130岁了,还有20年的时间。 我的身躯就要彻底地腐朽,所以我需要那个东西。 延长我的寿命,00325依然不死心,坚定地看着白尘。 白尘有些失声笑起来,这个00325似乎不明白,丹药是分很多种的,寿元丹也仅仅只是其中的一个种类而已。 不过此刻的00325似乎很有放手一搏的勇气,这也是它的求生欲。 它现在已经是一无所有了,所以它必须为自己争取活下来的机会。 那就要看你能给我什么了,活下来,只是因为你顺从于我。 可是你若是还想要其他的东西,就看你还能够付出什么。 00325是个高级智慧人,也就是克隆人之中的高级种类。 在他的这个序列号中,都是属于大脑被开发过的。 所以他也拥有着一般的克隆人所没有的高级智慧。 即便他现在不明白的东西,也不代表他不能理解。 正是因为他的智慧被高度开发,所以他才能够拥有一般的克隆人所没有的感情。 那你需要什么? 首先是这个基地的一切。 你不是已经得到了控制权了吗? 我的确已经得到了控制权,可是不代表我就可以知道这个基地所有的一切。 00325知道,这算是投名状,如果自己连这个要求都无法满足白晨。 那么恐怕就会如同垃圾一样,被白晨清理掉。 你能操控主脑吗? 00325问道。 魔方立刻给予白晨肯定的答复,白晨点点头,可以。 在主脑之中,你可以搜索到一个安全门。 输入安全指令,00325说出了一连串的数字后,又到,在这个安全门的后面。 你就可以找到整个基地所有主脑主控图。 还有一些非主脑主控的地方,那就只有熟悉这里后,才能说清楚了。 很好,我便接受你的效忠。 那我要的丹药呢? 你好像还是不明白,但要,我有,不过就凭你的这点贡献,还不够。 我还掌握着一些科技,00325低声说道。 白晨惊奇地看着00325,哦,你掌握的什么科技? 主要是生存类与环境类的科技,这些都是记忆传承下来的。 你这么说太笼统了,能说的具体一点,你能制造什么? 如果我有足够的材料与工具,我可以制造出一个小型的环境改造器,还有维生舱,气候仪器。 环境改造器,你说的是外面那种吗? 那可是大型的环境改造器,虽然我也知道其构造与运作原理,可是就算是我花费几十年的功夫,也制造不出来。 那种还算大型吗?白晨嗤之以鼻,你说的气候仪器呢? 这是基于神圆星球的特殊环境,所应运而生的仪器,可以改变局部的气候环境。 根据仪器的大小与种类,可以改变的天气气候的规模也不相同。 那你能制造多大的?白晨立刻对气候仪器产生的兴趣,在它所接触的机关术之中。 最高端的,就要数制造小太阳了。 不过,这个气候仪器似乎更加深奥。 大概能够制造一个影响直径300公里的仪器,再大的话,再大就需要帮手了。 0325回答道。 那你制造的这个仪器,会不会产生什么不良的后果? 比如说我要一个地方下雨,就会夺取另外一个地方的降雨量。 这个倒是不会,因为气候仪器的运作原理不同。 采用的是原子分解与结合技术,即便是在沙漠地带。 通过分解空气中游离的原子,从而制造出水分子,又或者是直接分解沙漠与尘土,不过改造结构的不同,也会增大消耗的功率。 白晨也算听明白了,原来这个气候仪器,不是有多高深,是偏向于微科技,是从基本的原子与分子着手的。 不过不得不说,00325所掌握的科技,确实是让白晨非常的惊讶。 同时也有着非常大的用处,特别是民生方面。 00325显然是很清楚白晨所需要的,主动投其所好。 白晨不知道00325是否把自己所掌握的全盘拖出,不过就凭他刚才说的那些科技,就足以让白晨重用它。 00325所掌握的科技水平,或许不如魔方高于全面,可是他没有魔方那样的限制。 对于魔方,白晨可谓是毫无办法,甚至已经把它当成一个计算机来使用了。 很好,非常好,你值得我投资,白晨拿出一颗授援单。 只是最低级的授援单,丢给00325,这颗授援单。 可以增加20年的授援,至少对我们人类来说是如此。 我不知道对你是否也有一样的效果。 从现在开始,你就叫做,无,就叫做白光头。 白光头,00325皱起眉头,我这不是光头,只不过是神源星人的特性。 我们的毛发并不如你们吐住人类这么茂盛,其实在我的头顶,是有一些你看不见的毛发的。 我管你有没有头发,反正你以后就叫做白光头,要不就叫光头白。 00325,不,现在应该叫他光头白,虽然他很不愿意接受这个新的名字。 可是面对白晨的强势,他还是不得不接受了这个名字。 他可不是白痴,他当然知道在人类的词语中,光头是什么意思。 白晨,你的取名的水平,真可谓一绝,魔方用着非常鄙夷的语气说道。 白晨却是毫不在意,拍了拍光头白的肩膀,好好干。 以后好处绝对少不了你的,你先尝尝这个丹药,看看对你是否有效。 光头白吞下寿元丹,白晨便看到光头白头顶,开始微微地泛着白光。 咦,你给我的是最高级的丹药吗?我感觉我至少增加了100年的寿命,光头白惊奇地看着白晨。 100年,白晨瞪大眼睛,这颗寿元丹只是最普通的寿元丹。 普通人服下,能增加20年就不错了,光头白怎么增加的了100年? 这时候戒杀开口解释道,这很正常,每个星球的人种体质不同,吸收力也是不同。 一颗普通的寿元丹,对于人类来说,只能吸收得了20年的药效,可是对神元星人的效果就未必如此。 也有可能是神元星人对寿元丹的契合对更高,反正可能性非常多,就如他先前说过的。 自然的平衡力,神元星人不能修炼内功心法,那么就可能在另外一个方面弥补他们的缺憾。 白晨想了想,也是这个道理,不过这也让他对光头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你可以这么直观地知道自己增加了多少年的寿命吗? 我的身体特征虽然与神元星人相同,不过在脑欲开发程度上,远远超过神元星人,我已经可以用自己的意念做到一些神元星人无法做到的事情了。 意念,白晨眼前一亮,对于光头白的好奇心更胜。 你把这颗丹药吃下去看看,白晨又抛给光头白一颗丹药。 光头白毫无迟疑地吞下丹药,白晨直愣愣地看着光头白。 又是同样的情景,光头白的脑门泛光,不过这次的光亮程度更胜之前,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灯泡的亮度。 咦,我的意念怎么又增长了十几倍,我的脑欲又一次被开发了。 你给我的是什么丹药,光头白惊奇地看着白晨。 其实白晨给光头白的,就是一颗灵质丹,是用来给一些心智成长稍慢。 又算不上弱智的孩童服用的,用来催熟孩童心智的。 却没想到,这颗灵质丹居然有这种功效。 白晨立刻从怀中掏出一个袋子,里面瓶瓶罐罐的少说也有十几个种类。 白晨从中挑选了一个小瓷瓶,上面写着固体丹。 第732章接收基地。 当光头白扶下固体丹后,光头白的身体开始略微地浮肿起来。 白晨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光头白的衣服在膨胀,而他手头的肌肉也在不断地结扎凝食。 我的身体强度居然提高了9倍,力量提高了12倍。 光头白惊奇地看着自己的身体,他能够非常清晰地计算出自己的身体变化程度。 不过这还不能满足白晨的好奇心,白晨更好奇的是,光头白的身体是否有极限。 白晨又丢给光头白一颗固体丹,想看看他是否会产生药抗。 对于普通人来说,不管服用什么药或者丹药,第一份的效果永远是最好的,而第二份的效果次之。 特别是丹药,丹药的品质品阶越高,效果就会降得越多,很多丹药,第二颗的效果几乎等同于零。 当光头白服下第二颗丹药后,白晨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身上的变化。 与先前的增长强度相近,效果降低了两成左右。 光头白抬起头看向白晨,如果以没强化前的身体素质作为单位一。 那么现在大概是15倍的身体强度,20倍的力量强化。 这种身体强化,已经足以让白晨折舍,这种固体丹的药抗对普通人来说。 是最明显的,正常情况下,第二颗几乎不会有任何效果。 可是光头白只是下降了两成的药效,甚至于第一颗的药效强度,就已经远超普通人服下的功效了。 白晨想了想,这次直接给光头白两颗固体丹。 光头白依然是直接服下,这次两颗同时服用,不过效果也已经大幅度削弱。 光头白的肉体强度提升到了21倍,力量提升了30倍。 身体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小巨人一样,光头白第一次感受到力量。 这种超人一般的力量,所带来的快感是难以形容的。 你打我一拳看看,白晨看着光头白。 打你一拳,光头白迟疑地看着白晨。 他先前通过布置在森林中的探头,看到过白晨与兽群的战斗,的确也是属于非人的存在。 可是他现在更清楚地感觉到,自己身体的变化,所以他不确定,自己这一拳是否会给白晨带来伤害。 全力打我一拳,白晨认真地说道。 光头白迟疑再三后,还是咬了咬牙齿,我出手了。 光头白低吼一声,身体摆出蓄力的姿势,紧接着空气中传来一声呼啸破空声。 光头白的拳头已经砸在白晨的胸口上,紧接着便是一声惨叫。 啊,光头白已经捂着拳头,瘫在地上痛苦地哀嚎着。 白晨的身体却是纹丝未动,看了眼光头白,力量确实不错,就是身体的强度还是弱了点。 光头白本以为,自己就算比不上白晨,至少也应该相差不算多。 若是白晨站在原地,让他轰一拳,起码也能让他受伤吧。 可是事实恰恰相反,白晨便是给他轰一拳,受伤的也只是他自己。 而白晨甚至连铁布衫都没有运气,光头白的手骨已经完全粉碎。 主人,我的手骨已经完全碎了,如果现在不去医疗舱修复,怕是就要更换手臂了。 光头白痛苦地说道。 去吧去吧,白晨挥了挥手。 光头白艰难地站起来,刚要转身走,白晨突然叫住光头白。 这里还有几颗固体丹,等你伤好了之后,你再服用,看看能提升到什么水平。 我已经探索了这个基地85%的系统,了,要不要参观一下这个基地。 对于参观这个新纳入自己产业的地方,白晨自然不会拒绝。 这时候,一个克隆体走到白晨的面前,这个克隆体不同于光头白那种智慧人。 是属于多功能克隆体的类型,只看使用用途了,可以作为战斗单位,也可以作为工程兵。 克隆体却发出与魔方一样的语气。 走吧,我带你去转转。 白晨和红波在克隆体的带领下,再次进入电梯。 不过这次的电梯陷入不同于之前的那个封闭式的电梯。 在电梯的另外一端,是纯透明玻璃,所以可以看到外层的环境。 透过电梯玻璃,外面居然是一片浩大的无以附加的湖泊。 而不同于一般的湖泊,外面的水面惊涛骇浪,便如同海浪一般。 神源星人在这里建造的基地,一共覆盖了六层。 第一层也就是你进入的地方,是森林世界,然后是第二层的深海世界。 每一层都生活着一些特殊的物种。 其实这些物种都不属于自然物种,而是神源星人改造过的物种。 这些特殊的层面,便是用来放养和研究这些非自然物种的。 第三层是沙漠世界,第四层是沼泽世界,第五层是黑暗世界,第六层是迷雾世界,第七层是死亡世界。 当年神源星人失去了黄泉之后,便躲避到这下面来。 可惜这地下世界的环境太恶劣了,所以他们不得不失手改造这个地下世界。 可惜的是,他们还是没撑到基地的改造完成。 而这个基地的大部分工程,也是后来的智慧人建造完成的。 克隆体带着魔方的语气,颇有几分惋惜。 不过,这个地下世界,确实比想象中的更加庞大。 特别是在七层之下,才是真正的地下世界,是幽冥兽的栖息地。 而上面的那些幽冥兽,都是以前未曾驱逐入下层世界的遗漏者。 原本上面那层也是需要改造的,不过基地的能量,不足以支撑八层的基地,所以一直未曾动工。 如果我们不下来,恐怕永远都不知道,这下面还藏着这么一个秘密基地,还好及早地发现了。 不然的话,将来神员星人的大部队来的时候,怕是要父辈受敌,到时候就麻烦了。 白晨颇有一丝庆幸地说道, 这个基地好是好,可惜就是没有重工业生产区,大部分都是软科技工厂,不能制造飞船或者精工兵器,基本上是延续了神员星人的特性。 这个基地所展现出来的科技,全都是倾向于生存的科技。 那就是说,这个基地对我们来说,没什么用处了。 用处还是有的,就比如这七层小世界。 其实这也是智慧人计算上的失误,毕竟是人工计算的结果。 无法做到绝对的精确,如果它们敢于突破。 将这七个小世界连接在一起,所创造出的生态圈将会更加丰富。 那你能做到吗? 这有什么难的,不外乎就是多生产一点克隆工程兵就是了。 相较于第一层的森林世界,环境改造器是直接丢在地上的。 第二层的深海世界,环境改造器则是镶嵌在天穷之上,如同太阳一样散发着光和热。 白晨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水平面上偶尔会有水声受跃起。 其实在白晨看来,这里的每一层不同的环境,已经将生态平衡发挥到了极致。 神元星人建造这些生态圈,到底是为了什么? 很大程度上还是为了夺回地面的王权。 当年他们因为幽冥兽而成功地建立幽冥王朝,可是毁也是毁在幽冥兽的身上。 所以他们一直在努力地改造各种生物,希望能有一天,能够改造出一种实力强大,同时又服从他们的生物。 其实,如果他们用科技的话,反而更有可能做到。 白晨颇有几分感触地说道。 神元星人毕竟是少数,根据我所得到的资料。 他们在建立幽冥王朝的期间,与普通人类杂交,以扩大族群。 可是或许是两个人众的不同,所以效果不算明显。 当初来到这颗星球的时候,他们大约有30人,数百年的时间,神元星人的数量,也只是扩大到300人左右。 所以即便是以科技来改造这个世界,他们也担心有一天科技会落入土著的手中。 而他们也很深刻地了解,这个世界还有武修这种特殊人种的存在。 所以一直都对壁肘自贞,不愿意将超时代的科技世人,真是一群白痴。 当初他们控制幽冥兽的时候,难道就靠着几十只或者几百只幽冥兽统一天下的吗? 到头来,要统治天安下还不是要靠着普通人。 所以,他们现在想要创造出一种,可以提供给普通人,可是他们却有着绝对控制权的强力生物——白痴。 白痴除了这么评价神元星人之外,没其他的评价了。 在地球上,当初蒙古人统一天下,横扫欧亚两块大陆,建立了可谓空前的元朝,便是有千万人。 就因为排斥汉人,最后被推翻了王权。 神元星人区区几百个人的族群,又有如此强烈的排外的心态,还想要统一天下,真的是痴心妄想。 如果神元星人够聪明的话,不管他们用什么手段统一了天下。 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融合,将自己融入这个天下,而不是自命清高。 不然的话,不管他们是用什么手段得到了天下,终归也会在此失去。 当然了,幽冥王朝也已经覆灭了三十万年,就连神元星人都已经死绝了,所以再说这些也没有意义。 对了,你说这天下间是否还会有神元星人的后裔存在? 白痴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 几率非常非常小,首先是神元星人的血脉,很难融入这个星球的土著。 所以即便当年有流落在外神元星人的血脉,运气好的,或许能够延续一代两代,然后呢? 难道他们能够代代都有如此好的运气,不断地延续下去,而且即便是有三十万年的时间? 以二十五年为一代吧,至少经过了一万代,这血脉已经稀薄到了何等地步,那就不得而知了。 第733章灵气,当电梯下到第五层黑暗世界的时候,白痴突然感觉,周围的天地灵气发生了变化。 透过玻璃窗,白痴看到的是无尽的黑暗,什么都看不到,可是这里的天地灵气却充沛得不像话。 这里的天地灵气好充沛,白痴惊奇地看着深幽的黑暗,如若在这里修炼,修为必定一日千里。 自己的无相神魔宫本就对天地灵气的要求非常高。 如若能够在这里修炼,修炼时候的痛苦肯定会大幅度削弱,提高修炼的效率。 就连红波都能感觉到天地灵气的变化,它甚至感觉自己气海在天地灵气的共鸣下,开始飞快地增长着。 当然了,这种所谓的飞快,只是相较于正常的修炼。 这主要是因为红波的修为不高,这就好比是气压低的空间。 如果进入一个气压高的环境,气流一定是向着气压低的空间流动的。 红波的修为明显要低于这个环境的灵压。 而白痴则是高于这个环境,所以没有这种感觉。 不过红波的这种增长速度不是永无止境的,只要它的修为超过这个灵压的预值。 灵压与周围环境的灵压平衡后,就会放缓这种速度。 不过以周围天地灵气的纯度来说,比起外界的修炼依然快捷了许多。 这个黑暗世界由于特殊的环境,而且生存在这里的生物是经过特殊的改造的,它们不但不会吸纳天地灵气。 反而会释放出天地灵气,就像是普通植物的光合作用后,吸纳二氧化碳,吐纳出氧气一样。 好奇怪的生态体系。 其实这是因为神源星人在来到这个世界后,发现了天地灵气的奥秘。 天地灵气不但对这个世界的土著有着显著的效果。 对于神源星人也有不小的效果。 所以神源星人希望可以改造整个世界的天地灵气系统。 克隆体来到一个操作台前,在上面一阵操作后,窗外的一片区域突然亮了起来。 白晨发现在这黑暗世界与第一层的森林世界很像,也是充满了植被。 在黑暗世界中,不管是植物还是动物,都有着共同的体系。 它们会不断地改造附近的灵气系统,最终达到现在这种灵气充沛的环境。 这时候,一个一拉罐式的罐子,从操作台升起。 克隆体将罐子拿起递给白晨,这里面装的是高浓度天地灵气,就像是氧气罐一样。 白晨惊奇地看着手中的罐子,不得不说,神源星人所掌握的科技,确实有着独到之处。 怎么使用? 摁下那个喷口,灵气就会喷出来。 神源星人的使用方法是往嘴里喷。 不过这种使用方法还是很浪费的,毕竟大部分天地灵气还是会从嘴里漏掉。 挥发在空气中,我可以对这个罐子的外壳材料进行改造。 这样像你这样的午休,只要触摸在外壳上,灵气就可以透过外壳被吸纳进体内。 这个不错,白晨眼中露出喜色,这又是一宗大买卖,而且对于江湖来说,也是好事。 不过黑暗世界的总面积才直径50里,这种面积的所能产生的天地灵气。 每天最多只能装配一万罐,再多的话,就会破坏这里的灵气系统平衡。 到时不算多,白晨略微有些失望,不过除了提供给石王门和无量山,还是能有剩余的贩卖给其他门派。 虽然不能如自己最初想的那样,提供给整个江湖,不过依然能够带来不菲的收益。 便在这时候,白晨感觉胸口一热,从怀中拿出一颗正在闪烁着红光的石头。 红波,你的那几个师傅已经寻来了,我们出去吧。 啊,哦。 虽然不知道白晨是如何知道的,不过红波已经对他们这种高来高去的手段。 有了一点免疫,也没有最初的那么惊为天人。 师傅,他们会不会,他们会不会已经遭遇不测了,对于鱼器等人来说。 对白晨和红波非常的担心,在发现白晨和红波消失不见后,立刻便折返回去,寻求石王的帮助。 特别是石王来了之后,众人下了悬崖。 同时也发现了那只大怪鸟的尸体,以及大战之后兽群的尸体。 却没有看到白晨和红波,更是让他们担心。 白晨和红波是不是已经遭遇了不测,就连尸体都被兽群拖走了。 不过石王对此却显得不那么担心,或许别人不了解白晨。 可是石王却不这么认为,就凭这些麻烦,就算是他们自己都能轻易对付,更何况是白晨。 特别是在他们联系白晨后,白晨立刻就给予他们回复。 他们的身上装载着一些装置,是可以主动地与白晨做出联系的。 放心吧,他们没事,白晨让我们在原地等他们,他们很快就来。 鱼器瞪大眼睛,更加好奇地看着石王。 师父,你们怎么知道的? 他看石王根本就没什么特殊的东西,也没发送什么信号,也没施展什么神功,怎么就能与白晨联系得上? 不过,不管鱼器等人再如何都不敢置信,不多时,白晨和红波便已经再次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白晨,你刚才跑哪里去了? 令天王疑惑地看着白晨,我们十个兄弟刚才探索了整个森林。 都没发现你们的气息,怎么突然就出现了? 呵呵,跟我来吧,我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 众人带着满心的疑问,在白晨的带领下,进入了基地后,他们已经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了。 就算是石王,他们也算是见过世面的,可是却没想到。 这里居然还有这样一个地下堡垒,而且这个地下堡垒显然非同寻常。 甚至是那些克隆人,都给石王一种奇怪的感觉。 这些克隆人看起来就像是活死人,或者说是狮人的感觉。 可是他们的体貌特征,却与正常人一样。 这些是。 这里已经被我彻底地控制了,这里比你们想象的更加庞大。 白晨接过一个克隆体递给他的图纸,这张图纸上是整个基地的结构图。 白晨看了眼图纸,便递给众人,看看吧。 石王顿时倒吸一口凉气,这个地下基地,怕是比整个双边城都要大吧。 确实如此,在这个基地的下面,才是真正的地下世界,而这个基地,怎么说呢? 额算是关系重大吧,所以暂时不能对普通的弟子开放,毕竟人多嘴杂,还有这六层的特殊空间。 则可以作为石王门弟子的试炼场所,再高一点的,就可以进入最下层的地下世界。 不过不能从这个基地下去,过段时间,我会在这里开辟一个通道,通往下面的几个层面。 众人在这基地中,可谓是大开眼界,特别是罗赫和红绸,这里的一切,都已经超乎他们的想象。 这些人看起来跟诗人一样,他们也已经被你控制了吗? 已经完全控制了,而且他们也不是什么诗人,他们是算是活人吧。 他以后就是这里的总管,你们可以叫他光头白,你们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向他询问。 白晨指着身旁的光头白,光头白低着头对众人道,见过诸位。 奇怪,他们的外表都一样,可是为什么我感觉他跟正常人一样,可是那些人,却像是行尸? 他,他现在算是一个正常人吧,白晨看了眼光头白。 不过白晨对光头白并不是那么的放心,所以还是对他做出了某些限制,同时也有魔方的分身监视。 如今魔方已经把分代码延伸到了整个基地,可以说整个基地。 都是魔方的眼线,光头白有任何的举动,都逃脱不了他的眼睛。 所以光头白完全在白晨的掌控中,并且光头白所需要的,也只有白晨可以提供的了。 如果光头白选择背叛,那么他会死得非常难看。 当然了,白晨的担心倒是多余的,至少光头白选择顺从白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在他看来,他与白晨更像是各取所需,而且他是作为一个自由人与白晨合作的,而不是一个被奴役者。 光头白很聪明,他远比白晨想象中的更清楚局势。 他很清楚自己的价值,如果白晨能够提供他更多的好处,他不介意展现出更多自己的能力。 不过发现了这个基地后,白晨便对最初的计划做了小修改,森林世界上层还是最原始的熔岩层。 并没有太多的价值,所以白晨打算将整层都改造成养殖场,原本的安全区自然也已经作废。 如今有了基地的科技支持,所以改造第一层还是相当简单的。 真正的冒险区是从森林世界开始,然后往下六层,最后是真正的地下世界。 不过白晨没太多的时间停留在石王门,所以在留下了计划书后,便与阿古奇兰一起离开了双边城。 他已经在这里耽搁了不少时间了,虽说距离阿古奇连给的时限还有一段时间。 不过白晨还是希望,快些把无量宗的人找回来。 毕竟那些人才是他真正的亲人,外带一个无道德,而且他们的失踪也是为了自己。 第734章圣王墓,双边城算是距离南疆最近的都城,不过这个近也只是相对。 阿古奇兰不喜欢走路,特别是习惯了龙车一日千里后,对于那种车马奔波,更是无法适从。 白晨哥哥,你说以后南疆会不会通上龙车? 阿古奇兰期待地看着白晨,他知道,在这件事上,能够做得了主的。 天下只有三个人,一个就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汉唐皇帝。 可惜自己与他不熟,剩下的两个就是白晨父子了。 当然,白晨微微地笑道,南疆广袤无银,物产丰富。 有许多东西都是汉唐百姓需要的,同时汉唐也有许多是苗人需要的,所以通车是势在必行。 不过首要条件就是南疆的局势稳定,只能有一个政权,不然的话。 别说那些施工队不敢来南疆铺设铁路,即便是铺设了,第二天就被人给刨了。 好耶,回去我就和姐姐说,让他快点平了天一觉,阿古奇兰满心欢喜。 脑海中想象中,龙车及时在密林之中,那滋味别提有多让人赏心悦目了。 白晨答应阿古奇兰,一方面是因为南疆确实是物产丰富。 不过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私人原因。 比如说草原长白王庭,又比如说高黎,百姬,新罗,这些地方同样有着丰富的物产,独特的商品。 这些国家也多次表达过,希望汉唐的铁路可以贯穿他们的国土,可是老皇帝和白晨却从未答应过。 从经济角度来说,这些铁路铺设到这些地界去,对于汉唐来说并没有坏处,算是双赢的结果。 不过白晨和老皇帝都知道一个道理,宁可自己少赚一点,也不能让敌人的腰包鼓起来。 而南疆首先就是南疆的局势,对于汉唐来说,一个以神权至上的政权。 并且大部分的百姓都还处于原始不足的社会体系,对汉唐来说没有任何的威胁。 哪怕是南疆富裕起来了,也只是某个部族或者某个大家族富裕起来,也不会如汉唐这样,几乎是全民皆获利。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白晨对苗仁,或者说是对阿古部族的感情与复杂的纠葛。 也让白晨愿意帮武毒叫一把,或者说是帮阿古部族一把。 颠簸的马车,远远没有龙车来得方便快捷,而且非常的不舒适。 好在拉车的马是一匹老马,大部分时候都不需要白晨驱赶,他会自己顺着路走。 白晨依然如故,以非常不雅的姿态斜躺在车厢中。 一般在没人的时候,又或者是在相熟的人面前,白晨总会表现得相当的懒散,丝毫不顾及他名震天下的名气。 白晨正与阿古旗兰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着,便听到后方远远的传来马蹄声。 阿古旗兰伸出脑袋,向后瞅了瞅,回过头对白晨道,好多江湖人士。 怎么跑这偏僻的地方来了,不会是匪贼吧? 应该不是,听马蹄声的节奏,应该是在赶时间。 到了白晨如今这种境界,听声便气已经不在话下。 甚至就连远处的那些江湖人士的呼吸,在白晨的耳边都是若隐若现。 如果再靠近一些,便能听得更清晰一些,白晨侧过耳朵,拧听那些赶路人的气息。 干什么干什么,把你的鞭子收起来,这些人不是冲着我们来的。 白晨漫步惊心地说道,瞪了眼阿古旗兰。 阿古旗兰颇为失望地收起鞭子,略显可惜地说道,好久没与人动手了。 女孩子家的,便要像个女孩子,不要整日惦记着打打杀杀,以后哪个阿郎敢娶你过门。 白晨有些郁闷,怎么自己身边的小女孩,都是这副唯恐天下不乱的脾气。 阿古旗兰是这样,阿兰是这样,就连小花小草也是这样。 心中想着,难道是自己不懂得带小孩? 还好小若没带在身边,等这次回去了,就把小若送白家去,让自己母亲带去。 想来,以自己母亲温雅的性子,应该不会也把小若带成小魔王。 便在白晨胡思乱想之际,又是一队人马匆匆而过。 今天这附近是不是过节,怎么这么多人往这边凑,白晨看了眼绝尘而去的队伍。 这些江湖人士全是策马扬鞭,白晨和阿古奇兰乘坐的马车,只能跟在这些人的身后吃灰尘。 虽说白晨不喜欢这种快马加鞭的奔波,可是他同样不喜欢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吃灰尘。 只是,看着拉车的老马,还是打消了和这些人一较高下的念头。 这里都已经到了南疆地界了,就算是过节,和这些人也没什么关系吧。 苗人好客不过可不好汉唐中原的客人,别说过节的时候不欢迎,便是平日里见到了,也不见得会有什么好脸色。 难道是这附近有什么宝物出世,这些人全都过去争夺,阿古奇兰顿时兴奋起来,满脸期待地看着白晨。 白晨翻了翻白眼,这穷乡僻壤的,哪里来的什么宝物出世? 所谓的宝物出世,不外乎是谁谁炼制了什么宝丹。 又或者是锻造了神兵戾气,要么就是哪个驻武师驻成了什么武功秘籍。 至于传说中的,突然从土里冒出来的宝物不是没有,可是这种事情千年也不见得能碰上一次。 这种才算是真正宝物出世,不过很多都是人为设定的时间,某些高人临死前。 将宝物藏于某处,再做一些小布置,然后等着什么时间点出现,又或者是真有什么通灵神物将士。 又是一队人马从后方而来,这次阿古奇兰没忍住,钻出车厢冲着迎面过来的众人抱拳道,诸位大哥。 小妹这乡有理了,我观诸位行色匆匆,前方可是有什么大事发生? 阿古奇兰毕竟是混过江湖的,虽说天性依旧纯真。 不过还是知道不少江湖规矩,与人打交道也是有模有样,不失一点礼数。 那群人匆匆而过,不过却有一人停下马匹,回头疑惑地看了眼阿古奇兰,看到阿古奇兰是苗人庄树,便抱拳回答道,姑娘有理了。 前几日前方桂城发大水,边上一座大山发生洪流,而后出现一个大坑,那大坑已经出现,便有万寿朝拜,一股龙气蓬勃而出。 似是古来先贤之墓,据当地苗人说,那个大坑中葬着的,很可能便是千年前的阿古氏族的圣王阿古纳奇之墓。 那大坑之中,每隔三个时辰,便是神光交织,想来必有神物随葬,无等便是去那瞅瞅,或许遇个机缘,得了一件半件的宝物,事情便是这样,姑娘就此别过。 那人倒也坦诚,阿古奇兰一脸古怪地收回脑袋,缩回车厢中,白尘瞥了眼阿古奇兰,怎的,是不是这些人扰了你家先祖的安宁,心里不痛快。 我家先祖的大墓便在多名古城,怎么可能出现在这种地方,再说了。 阿古奇兰似是想到什么,连忙止住声音,再说,你家先祖虽然死了,不过尸身却不在大墓之中是吧? 阿古奇兰惊奇地看着白尘,你怎么知道,其实白尘也是推测的,阿古奇兰以前说过,在阿古氏族中,有一个上古尸人,白尘当时便猜测过,那个上古尸人很可能便是阿古纳奇留下来的尸身,为的就是庇佑自己的子孙后代。 不管怎么样,我们先去看看,如若是你家先祖留下的,便收回来就是了。 如若不是,也看看是不是真有宝物,反正无主之物,有原者得知,白尘倒也不客气。 其实白尘也是非常好奇,那个大坑出现龙气,那就意味着那是一个绝世宝地。 不过从地脉风水来说,能够出现龙气的,也就那么几个。 除了整个汉唐的九龙夺珠大镇,还有就是一些小麦,属于自然成型的小镇。 当然了,所谓的小也只是相对于九龙夺珠之镇,以山河为土,以四海为镇,一般的宝地可没那般宏大。 而那个大坑,不管是不是谁的墓穴,都值得去观望观望。 马车缓缓地入了贵城,便先找一家客栈住,可是在城里转悠了一圈,却发现城里的客栈居然全都满客了。 白尘一阵郁闷,只能去城外找了个破庙落脚,不过,这破庙显然不是白尘与阿古奇兰两个客人。 刚进破庙,便已经有几个人在其中,生火的生火,打坐土纳休息的打坐。 咦,这位姑娘,你也来了。 阿古奇兰一看,原来是先前在路上遇见的那伙人,那人倒是主动。 将在火堆前的同伴赶走,让了两个位置给白尘与阿古奇兰,两位这也是来这碰运气的吧。 我与哥哥先前听了你的话,变起了好奇心,跑着来看看传说中的圣王墓。 哥哥,那人疑惑地看着白尘和阿古奇兰,不得不说,他们两人这种组合,还真不是一般的奇怪。 在下龙啸天,这位是舍妹龙啸云,他们都是苍州人士。 舍妹是在途中看着件衣服漂亮,便买来穿戴在身上,反正是要来苗疆,想着入乡随俗吧。 呵呵,正巧,在下也姓龙,和肩甫龙郎便是在下,这几位是在下同门师兄弟。 其他几个人都与白尘以及阿古奇兰打了个照面,有的点点头,有的则是抱拳回敬。 白尘和阿古奇兰则是一一抱拳,嘴里念着久仰久仰,反正这也算是江湖规矩。 两位若是信得过在下,不若与我们一起走,若是在那大墓中有什么危险,相互之间也好有个照应。 师兄,这不好吧,便在这时候,有人持反对意见了,白尘记得此人刚才自我介绍,名叫谢红丑。 龙王的其他几个师兄弟,虽然嘴上没说,可是眼神脸色,也多是不愿。 显然是觉得白尘和阿古奇兰两人,占他们的便宜,又或者是觉得两人来路不明,不想带两人同行。 还是不要了,我们就是来观瞻一下圣王墓,还不一定要进去呢。 再说了,我们两个本是低微,就不做诸位的累赘了,白尘微笑地拒绝了龙王。 第七百三十五章恶斗,这些人虽然不喜外人,不过却也不是什么蛮横之辈,所以白尘与阿古奇连和他们相处,倒也相安无事。 不知道龙王大哥是何坚府哪个高门之下? 哦,也不是什么大门派,只是一般的门派,两位可听说过灵霄格,龙王微笑地回应道。 白尘与阿古奇兰对视一眼,对方眼中剧都是茫然,显然是未有听闻。 灵霄格,倒是我兄妹二人见门浅薄,未曾耳闻,抱歉。 呵呵,没听说过也是正常,本门本就不是什么明动天下的大门大派,若是两位听说过,那才是歧视。 龙王倒也豁达,并未因此而感到不快,其实此番来贵城,还是前些日子。 我一同门来此地失踪,师门听说此地出现异象,便派我等师兄弟前来,一探究竟。 好在如今交通便捷,便是从河坚府到此地,也不过三天的时间,实在方便至极。 那是自然,等过上一段时间,苗陵也通了龙车,那就更方便了。 贵城属于苗人的城池,不过以其规模来说,最多也只能算个大镇。 在苗江中能够算是城的,最多也就多明古城,南开城和东明城,当然了,如今还要加上一个星光城。 在中原人的眼中,苗陵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地方,只要听到苗陵,想到的不外乎密林、毒虫、瘴气或者是诗人。 即便是苗人自己都是这样认为的,对于不熟悉不认识的不足,他们也总是小心提防着。 闲聊中,几个苗人走了进来,这几个苗人身材高大,皮肤有黑。 身上穿着苗人特有的服饰,只是,每一双目光却显得阴毒,看向白晨等人的眼神都带着几分冷酷。 阿克拉族的,阿古奇兰小声地说道。 嗯,白晨侧头看了眼阿古奇兰,白晨原本以为只是普通的苗人士族。 不过看阿古奇兰的脸色,似乎有什么特别之处。 阿古奇兰偷偷地指着其中为首的那个中年人,低声道,看他的手。 白晨看了过去,便看到那个中年人的手背上,密密麻麻的全是黑点。 白晨有些看不懂,那黑点看起来就像是疹子一样,只是颜色很黑。 从面色来看,中年人也不像是得病了,看来这其中有什么门道。 这群阿克拉族的苗人来到后,因为其脸色,所以龙王等人也没给他们好脸色,更没去搭理他们。 只是,为首的那中年人却非常的不快,冲着火堆前的龙王,白晨和阿古奇兰道,滚开。 龙王的脾气虽说不错,可是若是对方恶言相向,他也不是怕事之人。 脸色顿时一沉,阁下好声霸道,难道此处是你家不成? 此乃我苗人之地,就连这庙也是我苗人圣王荒废的祭奠,你们这群汉唐人。 难道还想纠占却朝不成,这中年苗人显得非常的傲慢,态度更是恶劣,语气强词夺理。 虽说此地已经到了南疆苗岭,虽说已经是苗人的地盘了。 可是这无主之地,本就是先来为主,后来者为客,没谁就是这里的主人。 既然荒废的庙宇,凭什么便要让与你等,龙王分毫不让地哼道? 儿等蜀辈,来此亏去圣王之墓,本就图谋不轨。 如今胆敢占我圣王庙宇,还对我苗人出言不逊,是不想活了吧? 中年苗人此言一出,身后随形的同族,也是恶魔怒使,身上杀气腾腾。 龙王与其师兄弟同样脸色愤愤不平,有人已经拔出剑来。 好,那我就领教阁下高招了,龙王怒吓一声。 已经抽出剑锋指向中年苗人,身后师兄弟也是刀剑指手,准备好了大战一场。 中年苗人看了眼破妙,好,此处太小,有胆便随我出去。 你我好好打一场,若是你能有命活过三刻钟,我便将此地让给你们。 这便是江湖,一言不合便是刀剑相向,汉唐人如此,苗人亦是如此。 说到底拳头才是硬道理,那中年苗人便直接与龙王对上。 拿出兵器来吧,莫说我欺负你们苗人,龙王也很是高傲,剑指中年苗人。 对付你这种小辈,还需要用兵器,我这双手足矣。 不得不说,中年苗人的那双长着黑疹子的手,还是相当恐怖的。 龙王只觉得头皮发麻,如若只是一般的苗人,拿着兵器对抗,他倒也不怕。 怕就怕这种怪招频出,神秘莫测的手段。 不管是控尸还是控虫,又或者是尸毒,都是苗人最为显著的特征。 便让你看看我阿克拉族的手段,中年苗人双手向前一伸,手掌开始抖起来。 紧接着众人便看到,那对肉掌上黑疹子一颗颗的破碎,紧接着从中爬出一只只是蚂蚁。 咦,白晨惊奇地看着那中年苗人。 阿克拉族最擅长饲养食人蚁,而且他们喜欢将食人蚁的卵藏在手臂皮肤下。 这种食人蚁真气已经催动,这些食人蚁便会立刻催化。 阿古奇兰与白晨站在庙宇门口,看着场中心的两人。 这双手上能藏多少虫卵啊? 没有百万也有五十万。 阿古奇兰道,别看一双手臂就那么点地方。 其实每个阿克拉族基本上都把一个蚂蚁窝的卵都藏到手臂中了。 这些虫卵本就细小,而且一经真气催熟。 个头怕是有残痘大小,便是有十几个人也能咬得千疮百孔。 果然,白晨放眼望去,便看到那中年苗人的双手上,已经布满了黑压压的食人蚁。 这些食人蚁个头比起普通的蚂蚁,还要大上许多倍。 同时因为数量太多,在手臂上爬动的时候,发出沙沙的声响。 龙王更是头皮发麻,那中年苗人脸上阴色一闪而过。 给我去死,右手朝着龙王一挥。 便是数以千计的黑蚁朝着龙王落去。 龙王脸色大惊,这如雨点般落下的黑蚁,如果落在身上,下场可想而知。 此刻又是夜里,如若不细看,根本就看不清楚黑蚁。 当下,龙王的剑锋凌空挥出一道圈,便传来沙沙的声响,似乎有许多细小的物体落在地上。 高明,白尘眼前一亮,原本还道这龙王只是二流门派的弟子,如今看来自己却是小瞧了他。 就凭这招画地为牢,便非寻常江湖人士能够办到的。 龙王这一招凌空画圈,便是以剑气为风,做了一面无形墙壁,便是有再多的黑蚁落来,也难过这剑气墙壁分好。 好,龙王师兄高明,龙王身后传来同门的喝彩声。 可是,龙王还不及得意,便发现自己脚下周围,不知道何时,已经围拢过来数也数不清的黑蚁。 其实,中年苗人先前那招只是虚招,真正的杀招是这些悄无声息靠近的黑蚁。 不得不说,苗人的控虫术神秘莫测,诡诀难打。 龙王脸色一变,身形猛然拔空而起,一招漂亮的一剑袭来,凌空刺向中年苗人。 只是,中年苗人也非善语之辈,双手一挥,又是将手中食人已甩出。 眼见这些黑蚁如星点射来,龙王不敢硬拼,或许自己这一剑可以刺中中年苗人却非杀招。 可是,若是让这黑蚁触及身体,那自己这条命怕是就要交代了。 龙王连忙在空中强行下坠,以避开漫天的黑蚁。 虽然险象还生,可是龙王并非毫无招架之力,又是一招荡剑,在地面异化再借力躲开。 白晨都不禁要拍案叫好,这龙王用的这几招剑招,都是普通至极的剑招,却又恰到好处,没有惊艳之处,偏偏又能被他用出花样。 如果龙王不是剑到天才的话,那么就是他故意藏桌,用普通的剑招遮掩自己的真实实力。 双方都已经算是不弱的一流高手了,你来我往几十个回合,谁也没能奈何得了谁。 看起来中年苗人略占上风,逼得龙王美美都是险象还生。 可是龙王险中求稳,虽然手多攻少,却也没有太大的危险。 漂亮,真是漂亮,真没想到,这穷乡僻壤,居然能遇到高手对决。 这时候,又是两个身影从黑暗中走来,白晨放眼望去,却是一男一女,男的俊义非凡,一袭白衣。 双手腹背漫步而来,女的则为侍女,怀中抱着那男子的剑跟随其后,很多剑客都喜欢以女子阴气养剑。 看来这俊义公子也是如此,并且是其中高明之士,因为那女子不仅漂亮。 而且身上的纯阴之气温良,乃是上家的阴女,并且本身还是处子之身,更显弥族珍贵。 在场众人都警惕地看着这一男一女,可是那俊义公子却是一副坦然洒脱。 对于众人的警示视而不见,反而的深厚那美丽侍女一副骄傲自得的表情。 阁下和人,我劝你还是不要躺这趟浑水的好,免得惹祸上身。 中年苗人因着颜色哼道。 那侍女脸色一寒,可是那俊义公子却是一副淡然表情,微笑道。 诸位不用在意在下,你们继续你们的。 白晨哥哥,你可识得此人来历。 阿古奇兰显然是问错人了,白晨苦笑道。 就我这点见识,整个江湖能认出十个人都算是不错了。 在下只是想找一处落脚点,想必诸位不介意在下在此地借宿一宿吧。 第736章话操人更操,又来一个找死的,中年苗人冷哼一声,就见他指尖一弹。 一只识人蚁射向俊义公子,显然是打算给这俊义公子一个教训。 可是,俊义公子却是面不改色,微笑从容地看着对方。 枪。 突然,一道剑光撕裂夜空,在空中划出一道闪亮夺目的光芒。 那只识人蚁便已经消失无踪,美丽侍女手中持剑,脸色异常震怒,怒视着中年苗人,找死。 如烟,休要动怒,这不过是玩笑罢了,俊义公子微笑的抚平,身边叫做如烟的侍女。 如烟冷哼一声,这才勉强收回剑锋,狠狠地瞪了眼中年苗人。 众人目光都是一宁,这个叫做如烟的侍女,剑法当真了得,别看他只是凌空一击。 对象只是一只蚂蚁,可是正是一只蚂蚁。 却能够做到一剑斩碎,便已经足以说明问题。 这份尽力,这份精准,又或者那惊鸿一瞥,都已经触摸到剑心。 如烟还只是一个侍女,她的主子剑法又该如何? 众人不仅能深深地看了眼这对主仆,别看那俊义公子淡然如云。 在如烟出显身手后,还是露出小小的得意,嘴角挂着一丝笑意。 显然,她很自信,也很满意如烟那震慑众人的意见。 诸位见笑了,在下治下不言,冒犯了诸位,还请海涵。 兄台客气了,那位姑娘剑法出众,我等师兄弟自愧不如,在下龙王,这些是我的师兄弟,不知兄台如何称呼。 呵呵,在下书山进,这俊义公子举止优雅至极,一举一动都是漫条丝里,却又带着几分从容不破。 哼,汉唐人没一个好东西,今次你们仗着人多势众,我不与你们计较。 不过最好不要让我在圣王墓中看到你们,不然的话,我会让你们明白,得罪我阿克拉部族的下场,我们走。 中年苗人见到如烟那惊鸿意见的时候,已经萌生退意,不过嘴上却是不依不饶地放出狠话,说罢便带着同族离去。 当然了,如烟那一剑确实是吓到中年苗人了,她也知道再斗下去讨不到好处,所以便匆匆离去,也算是识识物。 这两位是,书山近看向站在庙门口的白晨与阿古奇兰,微微有些诧异。 阿古奇兰纯真无邪,眼眸中星光扁缀,洋溢着清纯靓丽的色彩,同时又穿戴着苗人独有的服饰。 年纪虽然不大,可是不管是汉唐还是苗人,都已经算是不可多得的美女。 而白晨却实在是普通的让人无话可说,甚至连江湖人的气场都没有,看起来就像是个路人甲。 特别是与阿古奇兰站在一起,就像是癞蛤蟆与天鹅一般,两者简直就是云泥之别。 所以书山近也是一阵错愕,因为这对组合怎么看都不登对。 在下龙啸天,舍妹龙啸云,苍州人士来此游玩的。 哦,原来是龙兄,龙姑娘,在下书山近有礼了。 书山近彬彬有礼的抱拳拱手,不过看向阿古奇兰的时候,明显眼中一道亮光。 众人回到破庙中,围坐在火堆前,书山近显然是对阿古奇兰很感兴趣,眼角时不时地打亮着阿古奇兰。 书公子此来,也是为了圣王墓的吗?龙王的语气颇为客气,毕竟如烟先前表现出的实力。 绝对是一流高手的水准,那么这位书公子想必也不会比自己的侍女差。 在江湖上有实力就有尊敬,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这是自然,在下在岳阳都听闻这圣王墓的传言。 特意过来一探究竟,若是其中荡真藏有什么西式的宝物。 也好取来玩乐玩乐,不过想来这苗镜贫瘠。 便是这圣王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好东西陪葬吧,哈哈。 书山晋虽然口不对心地嘲讽了一番,可是阿古奇兰却是非常的不快。 毕竟阿古纳奇可是他家的先祖,并且书山晋的言辞之间充斥着对苗仁的轻蔑之意。 若是觉得没什么好东西,何必来此,真是口不对心。 阿古奇兰难难自言道,不过他的声音确实不低,至少在场众人都听得到。 龙姑娘,在下虽说看不上圣王墓中的东西,不过却也知道这次必然有不少同道中人来辞。 若是能遇上一些顶尖高手,与之切磋一番,倒也不枉此行。 高手,你也有资格与顶尖高手切磋吗?阿古奇兰忍不住嘲讽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家公子好言好语与你闲话,你却多番冷嘲热讽。 做何道理?如烟脸色不快,目光中更是带着几分怒火。 诶,如烟,不得无礼,龙姑娘心直口快,并非有心的。 书山尽尽显君子本色,脸上依旧淡然,似乎真的对阿古奇兰的言辞毫不介怀。 公子宽宏,自然不会与这黄毛丫头计较,如烟冷哼一声。 呵呵,舍妹是黄毛丫头,不知道姑娘的毛是哪种颜色的。 白晨什么都好,就是心眼小了点,最见不得人欺负自家人。 自家妹子脾气耿直,书山尽与如烟两个一唱一和,表现得豁达开朗。 反而显得自家妹子不懂理数,白晨自然不会与他们好好说话。 白晨这话一出口,众人的脸色都微微一变,先前龙王还当白晨兄妹二人脾气温良。 李树周全谦让,却不曾想与这新来的两人,三言两语变起了冲突。 而且不得不说,白晨这句话相当的下作,完全就是带着侮辱的言辞。 龙兄,你这话似乎不大妥当吧,这时候书山尽脸色也沉了下来,语气颇为咄咄逼人。 你说什么,如烟脸色更怒,瞬间拔剑指向白晨。 哥,我们走,与这种人同坐一个屋檐下,真是浑身难受。 阿古其兰瞥了眼书山尽和如烟,脸上更显厌恶之色。 龙王大哥,我们兄妹多有打扰,就此告辞了。 阿古其兰对龙王的印象还是比较良好的,所以还是向龙王抱拳行了个礼。 话没说清楚,不许走,如烟却是不依不饶地拿剑挡在两人面前。 龙王这时候也站了起来,如烟姑娘,大家萍水相逢,相遇即是有缘, 就不要动刀动枪了吧,免伤和气。 龙王虽然觉得白晨的言辞颇不中听, 不过这如烟却是得理不饶人的态度, 比之先前的那些苗人,更让人不舒服。 而且他看白晨与阿古其兰似乎伸手不怎么好, 又觉得如烟持武灵人,太欺负人了。 叔公子,如烟姑娘,不如便看在在下的面子上。 此事就此结果吧,龙王看向书山进。 心想书山进先前既然表现得那么豁达淡然, 总不至于拿此事做由头为难两人吧。 书山进眼中立光,瞬息即是, 微笑地说道,在下本就未曾想过为难两位, 如烟还不将剑收起来。 哼,如烟虽然对阿古其兰非常的不快, 或许是因为书山尽对阿古其兰的态度。 让他感觉到了一丝危机感, 所以脸上更是美好脸色。 两位,先前龙王兄说得不无道理, 大家既然是萍水相逢。 那就是有缘,何必为了一点口脚斤斤计较, 还是留下来吧。 不用,我这人话操人更操, 既然话不投机,那最好就是老死不相往来, 龙王大哥,就此别过,他日有缘再见。 说吧,白晨与阿古其兰携手离去, 对于书山竟更是不假词色。 在场众人都是面面相去, 白晨和阿古其兰走得还真叫一个潇洒。 龙王心中却是颇为可惜, 其实他对书山尽又何尝有什么好感, 此人第一感官便是做作。 可是大家本就不熟, 相较而言, 他对那对兄妹更聊得来, 不过龙王也不会把话说得太明显。 可是这对兄妹却是有什么说什么, 完全不顾及彼此颜面。 下次若是再遇到书山竟, 怕是便要吃亏了。 再说白晨与阿古其兰出了破庙, 却是身心舒畅, 只觉得刚才把那对主仆狠狠地恶心了一把, 大快人心。 可是面对茫茫夜色, 却有一阵苦恼。 虽说两人都是江湖中人, 偏为背地为习的家常便饭, 偏偏两人都不是肯吃苦的人。 屈身破庙已经是他们勉为其难了, 想让他们真的露宿荒野, 那比杀了他们还难受。 早知道刚才就应该直接把他们两个赶出破庙, 凭什么就要我们走啊? 阿古其兰颇为怨念地说道。 要不我们现在就回去, 打折了他们的腿, 把他们赶出来。 白晨带着几分起哄的语气道。 算了, 龙王大哥还算好人, 就不要让他家在中间为难了。 两人在夜色下漫游, 不知不觉来到一条溪流旁, 远远地看到上游处有火光。 淡淡的肉香, 在这夜色下更显诱人, 白晨嘿嘿一笑, 看来今晚的有缘人不少。 可是, 还未等白晨与阿古其兰接近, 便听到前方传来一声呵斥声, 什么人? 白晨透过摇曳的火光, 依稀看到是几个女人。 在下兄妹二人路过此地, 被逮人抢了钱财, 无处安身, 社妹已经多日未曾进食, 可否施舍一些吃喝干粮? 第737章 问佛, 那几个火光前的身影, 似是在低声议论着什么, 不多时, 那个声音再次传来。 过来吧, 白晨与阿古其兰心心然地走上前。 来到火堆前, 白晨立刻发现, 在场的这些女子, 个个都是英姿卓绝, 风采照人, 只是每个人都是灰素装束, 给人一种平平淡淡的感觉。 特别是其中的两女, 更是风华绝代, 艳冠无双。 其中一女静坐火堆前盘坐, 不言不语, 甚至连看都未曾看过白晨一眼。 年龄非常小, 可能与阿古其兰相似, 只是眼中却透着几分沧桑, 目光低沉。 此女给白晨的感觉非常的古怪, 看起来此女便像是一个断绝情欲的老尼姑一样, 可是偏生的年龄又小得可怜。 另外一女则是先前与白晨对话的, 眉心一点朱砂, 年龄在二十岁上下。 却散发着青春, 眉眸间都像是在演奏着一区区美妙至极的曲乐。 两位可是江湖中人, 那没心点缀朱砂的女子看向白晨与阿古其兰。 不得不说, 不管是谁, 看到这对兄妹组合, 都会让人生出错愕的感觉。 在下龙啸天, 社妹龙啸云, 见过诸位姑娘。 小女子竟失踪月曦, 这几位都是小女子的师姐妹, 月灵。 月仙,月华,月落, 这位是家师决心, 月夕指着那个处境的少女。 白晨和阿古其兰都是愣了愣, 自己这对兄妹已经够古怪的了, 这几个女子更是古怪, 年纪最小的这个。 居然是辈分最高的, 并不是那种跨辈分的高, 而是直系辈分, 这让两人都露出一种古怪的表情。 两位请坐, 一直未曾看空的决心, 突然开口道, 火堆前, 只有决心盘膝端坐, 包括月灵、月仙、月华和月落四个师姐妹。 都是站在不远的四个方位, 四是在静解着夜幕下的四周。 月夕则是从他们的包裹中取来两块面饼, 递给两人使用。 决心微微抬起头, 看了眼白晨与阿古其兰。 先前月夕问两位的问题, 两位还未回答。 呃, 算是吧, 白晨也不是很肯定地回答道。 不得不说, 决心很美, 事实上他的五个弟子都绝对担得上倾国倾城。 只是, 决心给人的感觉却是清新脱俗, 变似圣女一般, 实在是让人生不出一丝邪念。 当然了, 更多的是因为白晨对于美女已经有些免疫了。 白晨所认识的那些女子中, 几乎涵盖了所有类型的美女。 成熟秀丽的变鼠梅降雪了, 妖艳多姿的则是五毒教的阿古其连。 还有高贵典雅的则鼠皇室公主李虾。 还有那神秘莫测的灵液, 当然了, 还有身边这个小毒妞。 等等的一切, 几乎数不胜数。 所以白晨看向决心的时候, 已经可以做到平心静气, 甚至心中一点连衣都难以生起。 是便是, 不是便不是, 何谓算是? 决心瞥了眼白晨, 这一眼淡如水, 平静如虎。 白晨实在不明白, 一个小女孩, 如何能修得如此清心寡欲的心静。 在白晨的眼中, 决心这般年龄的女孩, 就应该如阿古其兰这般胡闹, 肆意妄为。 虽然这种胡闹很让人头痛, 却又让人痛并快乐。 而不是如决心这样, 冷冷清清的, 就跟行尸走肉没什么区别。 那在姑娘的眼中, 江湖是什么? 是恩怨纷争, 还是你死我活的刀剑? 那在公子的眼中, 江湖又是什么? 人就是江湖,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即使如此, 公子也在江湖之中, 为何又要用不肯定的言辞来回答呢? 因为在下不知道, 自己是否在姑娘心中的那个江湖。 我心中的那个江湖, 决心不解地看着白晨。 人既是江湖, 江湖便在人心中, 每个人的江湖都不一样。 两个商贩的争利是江湖, 两个高手的剑气纵横。 亦是江湖, 又或者是朝堂上的尔虞我诈。 同样是江湖, 敢问, 姑娘心中的江湖是什么样的? 半清灯, 手寂寞, 寻天道, 问本心。 白晨轻叹摇头, 太苦, 太累, 太执着。 白晨自问, 无法理解这种苦行僧一般的生存方式的意义何在? 道不同, 互相为谋, 决心收回目光, 闭上眼睛, 继续她的修心静气。 极为问道, 又有何道不同? 姑娘便认定, 自己的道便是正道。 我心, 既我义, 我道, 便我心。 你的道是世俗之道, 我的道是离世之道。 人活一世, 身在世俗, 如何才能免俗, 清心寡欲, 与世无争。 便算是离世, 在我看来, 你依然在世俗之中, 如何算是离世之道? 那公子以为, 真正的离世之道又在何处? 决心不禁再次睁开眼睛。 在心中, 若是不能明了世俗之道, 又谈何离世之道? 那世俗之道便在世俗, 也在心中, 看繁华四景, 看灯灰如晝, 看生离死别, 看恩怨情仇, 再看我思我想我义我念。 再看我心, 大道三千, 红尘万事, 看不透也看不完, 此, 才为真正的世俗。 月夕惊奇地看着白晨, 她的师父时常与人论道, 可是每次都能把他人说得哑口无言。 却是第一次, 有人能够与自己的诗如此侃侃而谈, 互相接你来我回, 毫不必让锋芒。 公子高见, 小女子受教, 决心心中却是千回百转。 美眸间终于认真地看向白晨, 公子, 却是能看透世俗之人。 其实我就是个俗人。 哥, 你与这个小姑娘神神叨叨的半天, 我怎么一句话都听不懂。 大人说话, 小孩别插嘴, 白晨瞪了眼阿古奇兰。 阿古奇兰颇为不高兴, 她也不见得比我大多少。 石头也没比你大, 那你可懂石头。 石头是怪胎, 是怪物, 阿古奇兰由衷地说道。 公子可知道我竟失踪, 决心目光闪烁地看着白晨。 白晨摇了摇头, 未曾耳闻。 事实上, 除了那几个天天在耳边弹极的门派, 白晨压根就认不得几个门派。 那公子可知道佛门。 白晨愕然, 惊奇地看着决心, 白晨当然知道佛门, 可是这世上却不是人人都识得佛门, 反而是道门比较昌盛。 知道, 白晨毫不隐瞒地说道。 我看公子能与小女子论道问禅, 想必也是精于佛理之人。 决心微微恶手, 似乎早已料到, 我竟逝踪便是佛门旁之。 你们是尼姑, 白晨惊奇地问道。 可是再一想, 不对啊, 尼姑不都应该是剃了光头, 身披僧袍的吗? 和尚庙有俗家弟子, 难道这尼姑庵也有俗家弟子? 一时间, 白晨搞猛了, 决心似乎是看到白晨的不解之色。 微笑道, 公子也知道尼姑, 言辞之间又吐禅机, 看来公子也是礼佛之人。 白晨不禁翻了翻, 自己虽然与佛门的关系千丝百缕, 可是和礼佛两个字, 实在扯不上关系。 不过白晨的佛经确实是看了不少, 只是, 对于佛门的各类宗门, 却不是很了解。 特别是决心所在的靖世宗, 从决心的言谈举止, 似乎是一个苦行的修行方式。 可是又不是初世门派, 虽然穿着朴素淡雅, 却不是真正的出家人。 所以白晨更加纳闷, 决心与靖世宗属于哪个分支? 呃, 我是应该喊你姑娘, 还是应该喊师太? 公子说得对, 从前的决心走岔了路, 靖世宗也走错了。 却是一帮的弟子跟着我受罪, 靖世宗本应该入室修行, 而非自以为的初世寻道。 初世入世本在一念之间, 只要在这世上, 哪里来的真正初世? 便是那隐世之人, 难道便真的如毛隐穴, 身无片履, 天为被地为习吗? 公子教训的是, 决心长叹一生, 眼中颇有些迷茫。 在下哪敢教训姑娘, 只是有感而发, 这些姑娘青春靓丽, 却不该错过那人是最美好的年华, 半清灯守夜明, 本不该是你们这些姑娘该去追寻的。 公子这是和解, 这句话却是有识偏颇,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道, 也许在你的眼中。 繁华世界不可错过, 可是在我的眼中, 却未必那般美好, 错过未尝不是一种庆幸。 佛门中的苦行, 并非人人都适合, 你可知为何? 佛说, 众生平等, 为何这苦行却非人人适合? 苦行, 是看破红尘, 是解析我心, 是那历经过红尘之人, 才会去追寻的道。 可是你又或者是你的那些弟子, 你们看都没看过红尘, 如何去看破红尘? 可是佛门中人, 也有一些是年少时便顿入空门, 后修成正果, 难道他们也都是看过红尘了? 他们修得是心, 却不如你这般修身, 有宏图之鉴固然是好。 却非本末道志, 便如那句话说的, 人人都可成佛, 却非人人都是佛。 有些人修身养性, 一朝顿悟, 有些人清登古佛, 葡团上枯作百年, 却是一无所获, 你觉得你或者是你的这些弟子, 终其一生, 便能有所获。 白尘顿了顿, 又道, 特别苦行僧事的修行, 能够有所成就的更是万中无一, 而那些真正能修成大道的, 哪个不是历经红尘, 便是那佛主释迦摩尼, 也是从一个王子蜕变为佛的, 你们又是否觉得, 自己堪比释迦摩尼的悟性? 第738章问情, 决心有些发愣, 目光也失去了焦距, 自己放悟性便堪比佛主吗? 决心低头扪心自问, 这天下没人敢说, 自己的佛性能够超越佛主。 梁九, 决心才抬起头, 眼中却是不再迷茫, 公子乃大智慧之人, 小女子自愧不如。 哪里来的大智慧, 我这只是随口胡扯的。 小女子也与多人论道过, 却从未有一人能把随口胡扯扯的, 如公子这般口声莲花, 决心忍不住民嘴轻笑道。 我可以把这句话当作是姑娘对在下的称赞吧, 哈哈。 众女却似看待一个怪物一般地看着白晨, 作为决心的弟子。 他们太清楚自己的这位师傅是何等的巧舌如簧了。 不管是名家大儒, 又或者是闻到老宋, 在决心的面前便似不会说话一样。 没有任何一人, 哪怕是一句话能够变得过自己的师傅。 可是, 今日这巧遇的男子, 却凭着一张嘴, 便让自己的师傅俯首称臣, 甘拜下风。 这让他们如何能不吃惊, 何止是月曦等弟子, 便是决心此刻也是心中摇摆。 白晨的那番话, 对他的内心所造成的冲击, 也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 请教公子, 您觉得我竟失踪以后又该当如何? 白晨微微笑起, 你可知佛门为何要有俗家弟子? 请指教。 佛门的俗家弟子便是那种向佛礼佛之人。 他们未必人人都适合顿入空门, 若是有所领悟便向前一步, 若是终生无所领悟, 便无需耽搁自己的人生。 你们竟失踪何尝不是俗家门派? 却不知道一个俗家门派, 非得去做那本末倒置之事, 误了自己也误了未来。 你是说, 从此以后, 我竟失踪便入室修行, 责任而交。 也许你们竟失踪的门规已然成形, 清规戒律已定, 可是改变却是必须的, 这个改变不难。 只看你是否有勇气去改变, 为自己的未来, 也为弟子的未来去改变。 白尘咬了口手中的面饼, 目光诚挚认真。 这些女孩都是好女孩啊, 若是全部守着清灯古佛, 孤独终老, 未免也太残忍了。 师父, 我们不怕轻苦, 月曦认真的看着决心, 其他女孩同样是坚定的目光。 便是看到自己的这些弟子, 决心的心也融化了。 这是她第一次对靖世宗的清规戒律产生了怀疑, 难道那些先辈所制定的规矩, 真的是对的吗? 白尘看在眼里, 却不再多言, 若是这些女孩真的未曾动摇, 怎会表明自己的决心? 决心如果真的决心, 又怎会迟疑? 夜漫漫, 溪水漆漆, 阿古其兰已经在火堆旁睡着。 可是决心和诸位弟子却已经习惯了守夜明, 在门内尚且如此, 更何况是在野外。 白尘则是也没有睡着, 野外实在不是一个适合修养生息的地方。 耳畔传来琴声, 白尘坐起来, 发现溪流中央的大石上, 决心正坐在其上轻轻捂琴。 琴声轻心优雅, 便是在这夜深人静之时, 也毫无违和感。 白尘听得出, 这首琴曲是名调夜吟, 琴声便似清风拂面, 又似细水流淌之声, 令人心旷神疑。 白尘走到岸边, 溪流中心的决心, 却似不那么真切。 真是美妙之声。 决心本是沉浸于琴奏之中, 却被白尘这突然出声而戛然而止。 公子, 小女子打扰到你了。 不是你的琴声打扰了我, 是你的琴声吸引了我。 白尘笑着提起裤头烫过溪水, 如今已是入冬时节, 溪水冰凉彻骨。 可惜, 心有琴, 而琴无心, 白尘坐到决心身边, 不介意将琴介与在下, 独奏一曲吧。 公子请, 决心让开主位, 白尘坐正, 摆正琴案。 方外之人多惜武琴, 因为琴乃百乐君子, 琴能通心, 亦能修心。 与文人骚客的那种卖弄探究不同, 方外之人为的是修身养性, 陶冶情操。 所以要想好曲去青楼, 要想听仙音, 却要去妙语阁堂。 这是本质上的区别, 心若是不纯, 便弹奏不出倾心。 可以说, 琴声便能折射出一个人的内心, 琴道, 心道也。 白尘轻轻舞琴, 琴声渐渐地荡开, 回荡在山溅溪流之间。 那是一种慢忧之声, 洗涤心灵, 却又透彻心扉。 岳熙等几个弟子不禁为之吸引, 而决心则是惊奇地发现, 自己的身边正端坐着一个琴圣。 鸳鸯双七叠双飞, 满园春色惹人醉, 悄悄问圣僧, 女儿美不美, 女儿美不美, 说什么王权富贵, 说什么戒律轻规, 只愿天长地久, 与我一中人而锦相随。 决心等诸女已经被琴声所谜, 唯美气满地取掉, 总能拨动心弦, 让人难以自拔。 许久, 琴声渐息, 决心这才清醒过来。 这首曲子为何我未曾听闻过? 弄弦之人总喜欢各种曲目名调, 特别是那些新领的曲目, 总会奉为至宝, 决心也不例外。 可是他却从未听过这首, 如此凄美绝伦, 却又动扯心扉的琴曲。 女儿情, 白晨微笑地看了眼决心。 可有何典故? 决心双眼明眸闪烁。 是说一位女王与一位得到高僧的情爱, 那位得到高僧为佛而舍这份情爱。 女王无奈, 只能遥望晴朗远去的背影, 心中淒淒。 决心一愣, 心中却是千回百转, 也不知道是在思索着什么。 你觉得这位圣僧值得吗? 决心的目光与白晨刹那间的接触, 竟是有些迷离。 值得吗? 决心也在心中扪心自问。 决心并非没听过那些美轮美奂的爱情故事, 却从未有过一丝动摇。 当白晨向决心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决心却是目光凝固, 心中不断地拷问自己。 有些人一生都未曾动情, 那是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情爱之甘甜, 只当是刮骨钢刀避而远之。 可是一旦动情, 便是在如何苦涩, 也不愿放下。 不能尝其苦涩, 如何能知其味之甜? 其实, 每个人都看过唐僧与女儿国国王的纠葛, 却多为女儿国国王不值。 唐僧不是个复心人, 却比那复心人更加可憎。 他可以为了取得真经救天下, 却不愿舍真情救他。 在他眼中, 天下人比他一人值得救。 不知何时, 天色渐亮, 远处山间已经露白, 朝阳带来一丝暖意。 决心却心中难以宁静, 清灯古佛为哪般, 西方极乐又真无苦痛。 龙公子, 你觉得值得吗? 决心冲着白晨的背影, 轻声呢难道。 白晨已经渡过河, 回头露出灿烂笑容, 我说, 他不值得。 多谢公子, 决心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不再是那一人的宁静。 却像是暖春溶冰的风, 就如那阳春白雪, 令人向往。 决心的笑容很美, 至少白晨已经略有一斗。 一夜之间, 决心已经不再是那个不识人间烟火的圣女, 她已经是一个邻家女孩, 一个可以被人爱的女孩。 这时候, 月曦走上前来, 龙公子, 你与令妹这是要去哪里? 五, 出来此地, 听闻此地圣王墓现世, 便想着去那转转。 可是我与社妹身手平庸, 武功低威, 怕是遇到危险, 不能保护社妹。 我们此来历练, 也是为了进那圣王墓, 不若与我们一起。 也好有个照应, 月曦望向决心, 师父, 你说好不好? 决心微笑额手, 好。 月曦略微惊奇地看着自己的师父, 因为这是她第一次看到, 自己的师父露出这样的笑容。 她从来不知道, 一个人能够在一个晚上, 出现如此之大的变化。 既然这样,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白尘脸上浮现出一丝春风得意。 有这么多美女相伴同游, 也是一番乐事。 众人收拾好行装后, 便向着山剑的深处走去。 途中, 白尘看了眼众人, 决心姑娘, 你们这次来, 也是为了那圣王墓中的宝物吗? 那哪里是什么圣王墓? 呵呵, 决心倾笑摇着头。 可是就连苗人都说, 那个就是圣王墓。 那里面到底是不是古墓, 又或者是谁的墓? 我不得而知, 可是我知道那绝对不会是圣王墓。 为什么你这么肯定? 白尘更加好奇, 因为这两天遇到的几拨人里面。 也就决心这一行人是明白人, 其他每个人, 基本上都已经被传说中的圣王墓迷昏头了。 而且几乎每个人都相信, 那里面藏有圣王陪葬的宝物。 这还是要从苗人的一些习惯说起, 苗龄每个部族都有族长刘十三代, 庇佑子孙的规矩。 作为千年前的阿古部族的族长, 阿古纳齐自然也不例外, 而且阿古纳齐的尸身多半现在还未下葬。 有这个规矩吗? 我怎么不知道? 阿古齐兰不解地看着决心。 哦,这个规矩很久远, 现在大部分部族都已经没这个规矩了。 倒是还有一些家族或者士族还保留有这个规矩。 决心姑娘对苗人很了解吗? 那是自然, 师父平日里最喜欢看书了, 学究古今。 几乎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 可以说他是这天下知识最渊博的人了。 阿古纳齐兰眉梢一条, 笑道, 那你师父的学识可有花尖小王子渊博。 白尘不由地摸了摸鼻子, 阿古纳齐兰瞥了眼白尘, 依旧笑嘻嘻地看着月曦。 花尖小王子, 他是哪个门派的? 听这名字, 多半不是什么正道吧? 不是吧? 你不知道花尖小王子, 你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吗? 龙姑娘见笑了, 我们竟失踪长久南海海岛, 少有涉足汉唐中原, 不过这次来。 倒真的被汉唐中原的变化吓了一跳, 我师徒几人几乎以为自己来错地方了, 决心微笑地说道。 第739章争彩, 月曦不是决心那么平静, 她更像是普通的江湖女子。 月曦美目微宁, 脸上充满了好奇之色, 你还没说, 那花尖小王子是什么人呢? 他是天下第一聪明人, 阿古其兰笑嘻嘻地说道, 呵呵, 这天下哪有什么天下第一, 中原有句话。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不只是武功, 学识一样如此。 决心淡然说道, 不过, 眼中却是带着几分骄傲。 似乎他觉得, 若是这天下真有第一聪明人, 那也非他莫属。 师父, 你肯定是天下第一聪明人, 谁人能如你这般博览群书? 又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月曦显然是对自己的师父非常的推崇。 过目不忘有什么, 花尖小王子也会, 而且花尖小王子说不定看过更多书呢。 师父半岁能言, 一岁十字, 两岁便已经翻阅了万本书籍。 十岁便已经将天南岛上的所有书籍都看完了, 而且记在脑子里, 试问着天下谁人能及。 花尖小王子也能, 阿古其兰不服气地说道, 师父精通炼丹, 武镇, 机关, 驻武, 医术, 还有, 还有很多很多, 花尖小王子比的了。 当然比的了, 花尖小王子是都会, 他还有另外一个称号, 天下五尊之一的中全通, 知道中神通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通晓所有的一切, 只要你说得上来的, 花尖小王子都精通, 阿古其兰更是针锋相对, 两个大丫头就这么针尖对脉盲, 一番唇枪舌站下, 谁也没说服谁。 哦, 五尊, 决心侧过头看向阿古其兰, 那另外四尊又是何人? 这五尊分别是东耀, 西摩, 南道, 北狂, 分别是耀王谷前代谷主黄泉老人, 万枯摩山前代尊主摩尊, 纯阳公太上长老李征, 以及刀狂蓝灵王, 花尖小王子便是最最最重要的中全通, 怎么样, 厉害吧? 前面四位老前辈, 都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辈分与武功之高, 已经是独步天下, 便是那最年轻的刀狂蓝灵王, 恐怕也已经过了六旬之年, 能够与其并驾齐驱的花尖小王子, 恐怕年岁也是不小吧, 决心理所当然的认定, 毕竟若是没有足够的辈分, 别说天下人不承认, 便是那四位恐怕也不会认可, 就是就是, 拿一个老头子与我师父比, 我师父可是有大把的时间超越那个花尖小王子, 说不定根本就不用超越, 那老头进棺材了, 都未必比得上我师父, 我看那, 那中全通的名号, 应该归我师父所有, 这才实至名归吗? 孤陋寡闻了吧, 那花尖小王子才二十岁, 阿古奇兰得意地说道, 二十岁也比我师父大, 我师父可是才十六岁, 再说了, 能起这名号的人, 能是好人吗? 莫不是采花大盗吧? 才不是呢? 两人又是一番争论不休, 白晨则是已经与两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免得被两人殃及, 决心来到白晨身边, 递给白晨一面纱金, 等下进了圣王墓, 便将这块纱金带上, 为什么? 昨日我来得早, 在圣王墓外看过一眼, 从地势来看, 那是运龙地, 不过其中又有恶障弥漫, 这是我在门中的时候, 做的隔层纱, 可以阻挡瘴气入体, 白晨拿着这块雪白的纱金, 苦笑地还给决心, 还是不要了, 我一个大男人, 实在不适合戴着纱金, 呃, 决心一愣, 看了眼白晨, 一阵抿嘴轻笑, 确实, 这纱金若是戴在白晨的脸上, 确实古怪, 我这还有一块黑筹制成的, 你可要, 白晨的表情更加古怪, 像杀手, 决心无语了, 从腰间拿出一个瓷瓶, 倒出一粒丹药, 好吧, 将这颗丹药服下, 也可以避毒, 白晨接过丹药, 便送入口中, 决心浅浅笑起, 你不怕这丹药有毒吗? 姑娘, 你也开始染上这江湖人的习惯了, 我都没怀疑, 你却要怀疑自己, 我本就是江湖中人, 也是这世俗中人, 自然有这习惯, 决心倒是现学现卖起来, 这些话都是昨夜白晨说了, 如今却是反驳起白晨, 那好吧, 白晨无言以对, 无奈地怂怂肩, 你还没回答我, 你就这么信任我吗? 信任是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是因为我身无常物, 实在想不出在下能有什么值得姑娘惦记的, 当然了, 若是姑娘真要结个色, 在下倒也勉为其难, 决心不由地翻了翻白眼, 若是昨天白晨对她说出这句话, 决心一定会将之当作登徒子, 好在昨夜白晨给她留下的印象不坏, 或者说是非常的深刻, 所以决心倒也不觉得此言难听刺耳, 你也应该知道, 这江湖上没有那么多的为什么, 要害人更不需要理由, 白晨看了眼决心, 那姑娘是吗? 虽然我不是, 可是你更应该知道,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看来决心已经习惯了师父的身份, 说起话来便是一阵教导训斥, 当然了, 白晨能够那么坦然地吞下丹药, 主要还是因为他认得出这颗丹药, 也知道这丹药没动过手脚, 我这个人是会看面相的, 所以知道姑娘不是那种人, 那我是什么人, 决心也知道白晨是在调侃自己, 不过还是颇有几分期待地看着白晨, 白晨明目张胆地凝视着决心, 美, 相较于昨晚的那种清静无为的美, 此刻的决心, 却已然醒悟, 眼中灵光引动, 白晨按耐住勾起那下巴的冲动, 压下心中的轻纵骄狂, 微笑道, 如果是昨夜的姑娘, 那是那山间流淌的清泉, 隐于山间之中, 入江河却不容于波涛之中, 如果是今日的姑娘, 则是秋来原野上的风, 福心照面却依旧清凉, 决心浅笑中已经撇过头, 白晨却能看到决心 回身前的那一抹红艳羞涩, 不多时, 众人已经来到一个坡地前, 这附近近是还未完全干涸的泥浆, 这泥浆是从前方的山头冲刷下来的, 显然, 在不久之前, 这里刚刚发生过一次严重的溺水流, 也不知道在这泥浆之下, 埋葬了多少条生命, 决心的神色略微有些低沉, 这里本是一个叫做阿娜的小部族的村落, 只是一场山红, 却将这里彻底地埋葬, 全村232口, 尽数埋葬于此, 哎, 人, 有的时候便是这么脆弱, 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便会降下灾厄, 便是因为人的脆弱, 所以才会追寻天道, 希望消弭天灾人祸, 白晨同样感慨, 再往前, 众人便看到一个巨大的洞窟, 这个洞窟不是天然成形的, 洞窟内壁是石块堆砌, 不过其上长有苔藓, 显然是年代久远, 在洞窟外集结了许多人, 却没有人率先进入其中, 他们怎么全都堆在外面不进去, 不怕里面的宝贝被人截足先登吗? 白晨的话立刻引来不少人的白眼, 显然都是把白晨当作白痴一般看待, 决心微笑地说道, 此刻尘时都还没过去, 而这里又是千年古墓, 洞中的阴气还未散去, 阴气滋生瘴气, 所以众人都在这里等, 等到正午后再进去, 那时候其中的阴气必然已经减弱, 再去里面探幕。 哦,原来还有这门道, 白晨恍然点头。 哟,这不是龙公子吗? 这时候,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 白晨回过头, 便看到那张让他非常不爽的脸庞, 当然了, 最不爽的还是因为他比自己帅。 书山静和他的侍女如烟, 还有龙昂前后脚走来。 龙公子, 我们还真是有缘啊, 没想到居然在此相遇。 书山静依然是那种春风洋溢的笑容, 就好像一点都没为昨夜的冲突而记挂心上。 只是, 书山静的目光落在决心以及他月息的时候, 那表情完全变了, 白晨甚至能听到这书山静抽气的声音。 惊天为人, 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角色存在? 而且还是同时出现两个, 书山静只觉得喉咙干涸, 不过他极力地抚平心中的野兽, 面带微笑地看着决心。 在下金童世家书山静, 敢问这位姑娘是, 如果说白晨会看向的话, 那么决心则会看人。 他太清楚书山静刚才的眼神里带着的目光, 代表着什么了? 他见过太多太多书山, 近这种表面谦谦君子, 实则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龙公子, 他是你的朋友吗? 我哪里高攀的上古书公子, 白晨催了声, 很是不屑地说道。 对于自己不喜欢相处的人, 白晨一般只会有两种方式处理, 一种是躲得远远的, 眼不见为净, 另外一种就是弄死。 书山静此刻根本就无心理会白晨, 看着决心的眼睛都直了。 只是, 决心却连正眼看他一眼都不看, 转头对白晨道, 我们去那边吧。 可是走了两步, 却又回头看向跟来的书山静, 略带不满的语气道, 你跟来做神。 书山静脸上的表情凝固了, 以自己的风采风姿, 以往走到哪里不是引来狂风浪蝶。 不论是名媛千金又或者是江湖侠女, 无一不对自己青睐有加, 如今这角色少女居然对自己如此冷戴相待。 书山静愣愣地站在原地, 愣愣地看着决心的背影, 心中一股无名火起。 第740章 木种 看到白晨与决心, 还有那几个风华绝代的女子 亲密互动, 书山静的脸色就越发猙獰。 自己什么都是第一, 风度、气质、武功乃至文采, 自己都是得天独厚。 如今那几个有眼无珠的女子, 居然选择那个小子, 而不是自己。 书山静只觉得被狠狠地羞辱了一番, 心中更是怒火中烧。 突然, 书山静只觉得身体被人撞了一下, 书山静的怒火终于彻底地爆发了。 猛然回过头, 可是刚一转头, 看向撞她的人, 脸色突然又恢复了之前的平易近人。 撞她的人是一个身穿坦胸外山的大汉, 这大汉的胸口纹着一条黑龙。 而书山静的身高不过到这大汉的胸口, 这大汉便如怒目金刚一般。 不过真正吸引书山静目光的, 却是与大汉同行的女子, 这女子脸上掩盖着纱巾。 可是即便是盖着纱巾, 依然能够看得出此女绝美容颜, 身体玲珑曲线, 更是引人遐想连连。 大汉居高临下地瞥了眼书山静, 冷淡地吭了声, 抱歉。 黑龙护法, 走路小心一些, 莫要随意冲撞他人。 女子生如明雀, 清亮却无一丝杂质, 便如鲜音般悦耳动听。 是,掌门, 黑龙护法只有面对身边女子的时候, 才会表露出诚恳的态度。 无妨, 这位英雄身材壮硕魁梧, 实乃是所罕见。 姑娘亦是仙姿绝容, 在下金童世家书山静, 可否请教两位尊姓大名? 小女子西宇慈行敬斋目龙秋水, 这位是本门护法黑龙。 久仰大名, 书山静一愣, 显然是没听说过这慈行敬斋, 不过还是客套一句。 只是, 那黑龙护法脾气绝脂, 轻哼一声, 虚伪。 书山尽脸颊抽了抽, 只当作没听到黑龙护法的话。 姑娘也是来此寻觅圣王墓深处的秘宝吧。 这其中能有什么秘宝? 空穴来风而已, 黑龙护法冷哼一声, 我们来, 是为了拿回原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 书山静不禁多看了眼两人, 黑龙护法的言辞之中, 似是还有其他的意思。 他们知道这其中有什么东西。 在下道飞窥去墓中东西, 只是前来历练, 不过既然姑娘想要。 在下必然舍身相助, 为姑娘寻来墓种中的东西, 书山静目光真挚诚恳。 不用了, 这墓中危险重重, 就不劳公子费心了。 慕容秋水淡然说道, 姑娘既是不怕, 在下更无退缩的理由, 在下一定会护持姑娘安全, 确保万无一失。 书山静转头看了眼龙王以及他的同门, 昨晚他们已经达成共识, 进入这圣王墓后, 同进共退。 更何况, 还有我的这些朋友, 虽不敢说纵横天下, 可是就凭今日来此的这些萧小之辈, 倒也不放在眼中。 龙王可不是书山静这种精虫上脑的人, 不过当他看到黑龙护法的时候, 感觉到这个大汉身上的一股强大的压迫感。 所以龙王在心中思量一番后, 还是决定接受书山静的提议。 慕容秋水与黑龙护法扫了眼书山静以及众人, 对视一眼。 不多时, 慕容秋水开口了, 既然如此, 那便有劳诸位了。 书山静的目光看向人群之外的白尘, 一丝怨毒之色在眼中一闪而过。 很快, 书山静便恢复长色, 笑容亲近地说道, 还有两个时辰才到午时, 我们先找个地方休息吧。 此刻的南开城依然在天一教的掌控之中, 不过相较于一年前, 如今的天一教势力被压缩到了极点。 多年来天一教与五毒教一直分庭抗敌, 天一教比之五毒教。 实力仅仅只是相差一线, 基本上谁也奈何不了谁, 彼此公宣之下, 互有胜负。 不过自从天一教教主悟魁失踪后, 原本大好的局面便开始出现问题。 先是内部几个手握重拳的长老彼此争权夺利, 天一教分崩离析。 反观五毒教, 原本只是占了一座多名古城, 而后南开城又完全沦陷, 落入五毒教之手。 接着便是星光城的出现, 那是一座奇迹一般的新都城。 同样也成为五毒教的囊中植物, 至此, 天一教彻底地陷入被动。 越来越多的附庸部族开始脱离天一教的麾下, 投入到五毒教的怀抱。 如今, 只剩下两个长老, 不过这两个长老却不是乌桑那种小辈。 他们的辈分甚至与五毒教前三代教主同辈, 可以这么说, 这两个就是苗领之中年岁与辈分最高的两个人。 当然了, 这也意味着他们是苗领中武功最高的两个人, 不管是南苗还是北苗。 事实上, 一直以来悟魁这个教主, 还有乌桑, 乌宇那些长老, 都是这两位太上长老的傀儡。 他们一直在幕后操控着一切, 只是如今这些棋子, 死得死。 盼得盼, 他们也终于到了, 不得不亲自出来主持大局的时候。 此刻在天一教总坛的密室之中, 天一教的两位太上长老的脸色并非那么好看, 脸上阴云密布。 乌鹤里, 他是悟魁的曾爷爷, 不过他的孙子很多, 乌鱼也是他孙子, 乌桑也是他孙子。 他的孙子有太多太多了, 至少不下百个, 所以很难让他去对某个孙子产生什么亲情。 在他的眼里, 全力胜过一切。 所以即便是悟魁失踪快一年的时间, 哪怕几乎已经肯定他已经死了。 乌鹤也没伤心过, 甚至他还觉得, 当初把天一教教主之位交给悟魁, 真是一件错误的选择。 如果不是因为悟魁失踪, 天一教也不会落得如此狼狈的境地。 至于乌鹤里对面坐着的, 则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对头, 丹瓦。 可是在背叛五毒教这件事上, 他们却又选择了合作。 正是应了那句话, 最了解自己的一定是自己的敌人。 所以他们彼此都知道, 如果五毒教没有倒下, 他们就不会对彼此下手。 虽说如今的天一教实力已经大不如前, 可是他们并非没有反击的机会。 十万大山, 那就是转机。 对任何人来说, 十万大山都代表着未知与神秘, 即便是苗人也一样。 传说, 苗人便是来自十万大山的深处。 那也是一切的希望, 只是, 瓦戈部族全族的失踪, 已经让所有的苗人都感到恐惧。 有传说, 瓦戈部族回到了他们的故乡, 当然了,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那就是整个瓦戈部族, 都已经死了, 彻彻底底地死了。 当年瓦戈部族是何等的强大, 几乎可以与阿古部族并驾齐驱。 当时的苗岭还未分裂, 阿古部族更非现在可比, 可是作为一个此等部族。 却拥有着与阿古部族并驾齐驱的实力, 可想而知当初的瓦戈部族是何等的强盛。 而那次的征讨, 也是以瓦戈部族为主, 他们清朝之力征讨十万大山, 却再也没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全族数万人, 就这么消失在十万大山中, 连一个尸体都没出现。 没有人想得明白, 为什么当时如日中天的瓦戈部族, 要冒这样的危险。 而不是像其他部族那样, 只是派遣少部分的精锐, 前去参加征讨大军。 也有传闻说, 其实瓦戈部族是知道十万大山秘密的, 所以他们才敢带着全族去冒险。 不过当时也不是整个瓦戈部族都同意, 至少当时的瓦戈部族的族长否决了这个提议。 而也因为瓦戈部族的族长反对, 最终被剥夺了权力, 最终整个部族只留下瓦戈部族的族长一个人没有进去。 而他所葬之地, 便是如今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圣王墓。 也就是说, 那个所谓的圣王墓, 其实就是瓦戈部族族长之墓。 在那墓中, 隐藏着关于十万大山的秘密。 该死, 这难道是天意吗? 乌鹤愤怒地咆哮着。 这段时间, 他们一直在准备着征讨十万大山。 同时为了让这次天一教唯一的机会更有把握, 他们甚至在暗中找寻当初瓦戈部族族长的墓种。 黄天不负有心人, 他们终于确定了位置的时候, 乌鹤和丹瓦正着手准备进入墓种。 却因为一场大雨, 数百年未曾出现的墓种, 却在这时候出现在世人的眼前。 如今却引来了许多不速之客, 而这群人大部分都是凑热闹的, 可是却有些人让他们不得不提防。 这些势力与当初的瓦戈部族还有不少的纠葛, 他们未必就不知道这其中的秘密。 丹瓦, 你不要屁都不吭一声, 你说怎么办? 五毒教的那个小丫头一定也听到了风声。 他们不可能什么都不做, 我可是听说五毒教如今也在准备十万大山的征讨, 这时候绝对不能被他们占了先机。 一直沉着脸色的丹瓦, 慢悠悠地抬起那对三角眼, 阴森的目光里闪烁着的是犹如狐狸一般的光芒。 丹瓦的声音变如阴风一般, 乌吓每次听丹瓦的声音都感觉头皮发麻。 这里是我们的地盘, 难道我们还怕抢不过一群外人吗? 你说的简单, 那些门派也不是面团, 随便我们揉捏, 若是引出后面的老东西, 我看你如何收场。 我们也不是面团。